有氧30分钟以上脂肪才燃烧吗 是不是经常有人跟你说 有氧超过30分钟才能燃脂 最近啊我入了几个综艺 发现自己也在不断的变胖 所以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 其实有氧从第一分钟 你的脂肪就开始燃烧了 那30分钟这个数字 也不是空穴来风 那一般的30分钟以内呢 脂肪虽然在燃烧 但燃烧的比例不够充分 一般在30分钟以后 脂肪燃烧的比例也会超过糖原 这个时候 燃脂的效率也就是所谓提高了不少 针对最近不断变胖的我 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 先进行力量训练 把我身体的糖原进行一部分的消耗 在力量训练之后 进行20到25分钟的有氧 跑步机的坡速走 或者腿圆肌 这样的相信 不久以后 也会回归到原来的身材 OK Peace